大家好,我是安德页 上节课呢,跟大家讲了如何利用系统相机来进行拍照 以及如何自己做一个照相机 还有一些CAMO的相关参数的设置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通过Intent来调用系统相机进行录像 那么说起来录像呢,其实也和那个拍照其实区别不大 我们看一下CAMO录像相关的API介绍 之前文档里面,我们之前也看过CAMO这个类下面有一个Intent 里面有一个叫做Imagic Capture,还有那个Video Capture 他说就是主要是在这个两个Intent,一个是拍照的Intent,还有一个是录像的Intent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代码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吧 首先我们来起个名字 叫做,还叫调用相机录像吧 那么包名呢,我们的改项叫做CAMO.Max edu.叫做Video吧 OK,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sdk,19,19 ok,nest,nest,nest 在这地方我们选一个空的Activity吧,在上面大家看一下有安卓sdk5.0以后支持安卓tv的Activity 包括就是TV的布局 就是安卓基顶和TV上,嗯,一般就是,就是左右布局 还有一个安卓Ware,安卓Ware就是手表,就谷歌最新推出的手表 好,嗯,这个布局,它要求sdk最小是在20 好,那么我们就创建一个空的Activity OK 好,那么我们来了,还来做一个和调用系统相机进拍照类似的布局 那么我们来放一个按钮叫做Button 我们叫做点击录像 OK,给它来个RID,叫做加个RID,这个名叫做BT and take video 丢吧,OK,那么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我们看,我们先看一下界面 OK,是不是在这个最上面很不好看呢 那么我们给它来一个 Senter,放到最中间吧 在它复控键的最中间,SenterIn 复控键,OK,我们现在看一下点击录像就在这里的中间了 OK,那么我们在这个Mark Twitter里对插导一下我们刚才的空架 插导空架,我们知道用翻的wheelbyid 叫做r.id,叫r.id,我们刚刚刚写的这个按钮叫做bt take video 好,那么我们知道是一个按钮的空架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bt open 名字也叫take video吧 好,我们给它强转成button的类型 这个按ctrl1来提示叫做button OK,那么我们给它也定义成类的成圈变量 OK,P,R,P,T OK,我们给它来一个点击实践 叫做bt take under site unclick listener 我们来用一个unclick listener OK,实现它的方法 倒下包 OK,这就是 按钮的点击实践,写下注释吧 按钮的点击实践 OK,我们调用系统相机拍照 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调用系统相机拍照是用一个intern的去传入一个e2g系统 好,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intern 里面,里面我们拍照是用的是internet 那么录像呢,就是video看不开不开不开 我们使用这个e图,这个写下注释 创建一个e图 设置动作为录像 OK,我们知道在拍照的时候要要设置一个就是fail的路径就是存储路径 那么录像呢,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先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fail对象 来存放这个我们录完像的文件fail 那么里面传入一个 一个地址和一个文件名地址呢,我们就还使用 sd卡根部录吧 叫做environment.get 是这个属性 这个是获取sd卡根部录 那么 文件名呢,我们还用系统 系统时钟吧 系统时钟的是开机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那么我们 嗯,知道 录像的格式一般叫做 嗯,点AVI或者点MP4之类的 那么就 使用点MP4吧 安卓原生的播放器 支持3GP以及MP4类型的玩家 那么我们把这个fail 对象 也给他设置成内的成员变量 复制一下 ok,fail 我们给他写一下注采 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设置 创建一个文价 存储 存储 fail 并设置文价名 ok 那么我们 就把这个fail放到intent里面去 put ok put extra叫做media 20套 点output 有一个output 有一个output的属性 知道 叫做 exoutput 就是输出 那么呢 这地方要传个Ui 我们 知道Ui里面有一个 Ui.form fail 把这个fail对象传进来 ok 写下注释 叫做 设置 Ui 为 存储 录像的 路径 ok 写完了这么多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 就啊 这个intent给 start 我们还用这个start activity for reout reout code呢 request code呢 我们 给他写成 200吧 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用start activity for reout 它来开启intent的话 是需要有一个 叫做on activity reout 来接收 ok 格子放下 那么我们在里面写一个switch方法 如果这个 uquest可以等于200 那么我们就谈个吐司吧 谈个toast make make 调效 这个传个 man 和tivity 第二 z 然后test里面放一个叫做录像成功 先是时间是零吧 ok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录像的核心代码已经写完了 首先 创建一个按钮 然后给按钮设置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 拥有一个intern的创建一个e图设置动作为录像 这个video capture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fail fail里面呢 放一个就是文件的路径以及文件的名字 ok 我们 把这个ui为设置为存储录像的 度进 包括output 那么我们就开启这个intern的 然后在这个onactivity readout里面来做一个接收 就是当录完项后 我们会反飞反飞了 就是弹出个提示叫做录像成功 ok 那我们我们来跑一下这个代码看一下效果 右键运行一下 我们 收拾一下有点慢 ok 已经点上了 这是我的手机 那么直接在我手机上运行即可 ok 看一下这个效果已经 显示出来了 已经到我手机上来了 那么我们点击录像 先录一段试一下效果 点击录像 我们看已经 调用系统的相机 下面进行录像了 那么我们点一个录像的按钮 OK 已经开始录了 一秒 两秒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笔记本 还有一些键盘 效果 在飞到 的音响 OK 停止 OK 自动 返回到刚才这个点击录像这个界面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 有的小的吐司叫做 嗯 叫做 录像成功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录的文件是在哪里呢 通过这个费用 这个 工具 可以我们查看一下 这 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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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下面是最新的 那么我们导出来看一下 OK 导出到我的电脑桌面上 通过 OK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 一秒 就是我们刚刚录像 刚刚通过系统相机 看一下我们的 一个短视频 笔记本 还有一些键盘 OK 大致能够看到 就行了 那么有同学费问 我们如何 能够通过 这个 intern的去调用系统的个 媒体库来进行预览录像呢 我们刚刚录了一个视频 难道只能 在这个 sd卡中找到吗 我们想 通过系统的媒体库去查看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 如何通过 intern的去调用系统媒体库来进行 查看我们刚刚的录像 那么我们现在 再再增加一个按钮 叫做 查看录像 查看录像 那么 嗯 我们就起个叫做 叫做 叫做什么呢 我去吧 我去v6 那么我们让他在这个按钮的下面 就是billow 什么billow这个属性billow id ok 我们先预览一下看一下效果 ok 已经看到 在这个点击录像按钮的下面有个查看录像 ok 那么我们在这个 mg30里面写一下 寻找到我们刚才那个点查看录像这个空间叫做r.id r.id.id.id.is 没电话起 ok 我们给他抢转成button 那么我们也给他定义成类的成员变量 这样方便我们使用 OK 我们也给他来个点击事件 .setonclicklesson 这地方呢我们知道去调用系统的媒体库 其实也是传一个intern的 然后我们只需要开启这个intern的系统 就会自动去通过查找这个文件的属性 去调用相关的打开文件的程序来进行预览 我看到我们写一下其实也挺简单的 intent等你有个intern的里面传个意图 叫做 叫做intent.actionville actionville actionville OK 我们传这地方是setdata 按type 就是设置数据和它的类型 数据呢我们也用这个 ui for fail 它是要传一个我们看一下是传一个 ui的类型的 data type呢我们是 过滤是video 就是video 杠心就是video类别下面所有的文件 OK我们就把这个一图开启 开启一图 startintent 写错了 就是start activity 打开系统的预览界面 ok 我们也写一下叫做创建意图 创建意图 设置 设置数据和类型 开启意图 ok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OK 我们看程序已经到我们的手机上来了 首先来先录一段吧 点击录像 还是我这一个 这是我们之录这个音响和电脑的屏幕 OK 反飞界面 OK 录像成功 那么我们点击查看录像 OK 大家看到了吗 调用那个系统的播放器进行 播放我们刚刚录的一段视频 视频有点短 现在已经返回到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再录一次再看一次 点击录像 我看一下我们的键盘 键盘以及屏幕 还有音响 OK 录了13秒 我们就停止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查看录像 我们看到已经通过系统的播放器正在播放了 我可以看到我的键盘以及屏幕 还有音响 13秒的视频 好 播放完毕 好 这就是通过 Intent来调用系统的媒体库来查看我们的录像 嗯 整个调用系统相机录像的整个模块 我核心代码我们已经写完了 我们非头看一下 通过 Intent创建一个意图 就是这个意图叫做media style里面那个 video capture作为录像的意图 还有穿一个 把那个创建一个fail对象 然后把fail变成UI 然后给他就是开启一个意图 然后我们在这个 接收方法里面 就是打出了一个图字叫做录像成功 那么预览视频呢 也是通过一个Intent 给他set一个date and type 我们就开启这个意图就ok了 就直接调用系统像系统的播放器来进行 嗯 进行视频的播放 ok 大家下去做一下练习 点灯